关于卧底警察,我们只能从电视剧中看到,他们都是心思缩密,身手强健的大帅哥。 但是在美国现实中有一位卧底警察,他头脑清晰,胆大心细,但是却是一位十足的大胖子。 这位胖子卧底在黑帮当了二十年,如果不是收网了,那么他会成为的黑帮大佬。 这位胖子卧底的名字是加西亚,体重接近三百斤,不是帅哥,但却是一位灵活的胖子。 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位橄榄球运动员,还曾接获过一等奖,从小加西亚就非常的凶狠,胆子和他的体重一般,一出来就能吓死人,因为喜欢进北电视剧。 从小立志当一名卧底,在大学毕业的时候,参见了FBI的考试,顺利的成为一名FBI特工。 加西亚外表是一位胖子,但是内心却很细腻,加西亚出生于西班牙,所以对西班牙的毒枭非常了解。 FBI上级领导知道加西亚的经历,就让加西亚去西班牙毒枭那里当卧底。 加西亚在危险的环境下,多次完美的完成了任务,加西亚最出色的任务,就是捣毁了黑手党甘比诺家族。 为了引起甘比诺家族大佬帕尔玛的注意,加西亚改名为杰克,以混混的身份,混迹在街头,客人打起架来凶残不要你,很快打出了自己的名号。 帕尔玛也注意到这位不要命的混混,这样的出生的人最适合贩毒。 帕尔玛慢慢的培养加西亚,加西亚很快升到了甘比诺家族二把手的位置。 谁能想到这位混混是位警察呢? 加西亚成为独销的核心人物,掌握了很多第一手情报。 在二十多年登卧底的日子里,为FBI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。 最后在加西亚的帮助下甘比诺家族被一网打尽。 在身亡后,加西亚感到非常的可惜,如果时间再上一点,自己可以坐到大佬的位置。 但是,那么收获会更大,加西亚这位胖子卧底,强大的外表,强大的内心,在二十多年卧底声咬里,从来没有被怀疑过,卧底的精髓它全部掌握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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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